在这个世界,没有一个邻国,像巴基斯坦这样够交情,几十年风风雨雨,一直是好邻居,好朋友,好伙伴,好兄弟,因此,在中国民间,巴基斯坦又被称为巴铁。 但巴铁最近也变天了,几十年的政治格局,刚刚被彻底打破了,按照巴基斯坦最新的选举结果,非传统政治家的伊姆兰哈领导的正义运动党,赢得了大选。 不出意外的话,现年65岁的党魁伊姆兰哈,将出任凭一届政府总理,把真正的最高实权人物,对中国来说,新重大考验来了,因为伊姆兰哈不是军方的穆沙拉夫,也不是两大党派的谢里夫和贝布托。 他是巴基斯坦的一位传奇人物,1992年带领该国际败英格兰队,赢得了历史上唯一一次板球世界杯冠军。 他的当选,也打破了穆斯林联盟和人民党轮流作装的局面。 明星三思辨,因为伊姆兰哈的一个口号,就是公平,三福。 巴基斯坦黎明报民调写是,在18岁到29岁的受访者中,69%的人表示,将在大选中把票投给正义运动的,也就是说,年轻人和对现状不满的人,将伊姆兰哈送上了总理宝座。 在巴基斯坦,不管是那个党执政,不管互相斗的如何你死我活,但和中国友好,都是100%的选择。 但伊姆兰哈却真有些另类,譬如,他曾公开这样说,中巴经济走廊浪费钱,不如把经费花在教育和医疗上。 他所在的正义运动党,还指责C-BAC存在腐败问题。 西方媒体更是宣称,中国400多亿美元的投资,加巴基斯坦负债累累,巴基斯坦正沦为中国的殖民地。 因此,伊姆兰哈当选,巴基斯坦可能效仿马来西亚模式、免电模式,叫停中国投资,跟中国保持制度距离。 情况肯定不是这样,但风险同样不能低说,牛谈请几点粗浅看法,三点警示吧。 第一,年轻人真不可低光,伊姆兰哈能上台,主要是看到了明星思变,看到了年轻人的不满。 他是一个比较另类的政治家,某种程度上有点像杜特尔特、特朗普,走民粹路线,他缺乏执政经验。 所以在C-BAC问题上,有时讲话确实比较过火,事实上,他已经迅速改口了。 称自己之所以对C-BAC指责,主要是针对腐败的谢礼夫政府,不是针对中国,对腐败的前政府,可以批评。 中国朋友,不能指责,伊姆兰哈已经开始进入角色,但年轻人支持他,这个倒背景不忽视。 第二,大项目要格外小心,一带一路,第一重大工程就在巴基斯坦,这凸显了中巴关系的特殊性,但大项目,标志性工程,也确实要格外小心。 一番小插曲后,伊姆兰哈也在迅速调整立场,向中国表明星际,他大选获胜后,特意用中英文发了一条推特,我们的目标是加强和改善与中国的关系。 我们希望CBAC项目,集中巴经济走廊能取得成功,并且希望派遣团队致中国学习扶贫工作,透过学习,能了解如何辅助国内那些最为贫困的底层人口。 我们可以向中国学习的第二件事是如何打击贪腐,杜绝腐败。 中国巴基斯坦加油。 一,希望CBAC成功,二,要学习中国扶贫。 三,要学习中国反腐败。 四,最后强调,中国巴基斯加油。 一句话,英武兰汉要中国放宽心,他对CBAC没有任何负面看法,还要继续大力推进。 值得注意的是,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官方推特,当天转发了这条推特,并用乌尔都语写的中巴有一万岁。 第三,更要避免施力不讨好,也必须看到,英武兰汉此前的言论,不乏选举语言的目的。 但拿CBAC说是,多多少少还说明了巴基斯坦某些人的顾虑,也确实担心存在腐败问题。 当然,一些国家更不会忘记山峰点火,挑拨一下中巴关系。 所以,才有了之前赚得沸沸扬扬的所谓巴基斯坦敲诈中国的新闻。 但理性的看,巴基斯坦不可能轻易对中国初步,这是国际地缘政治和几十年有益基础决定的。 但对中国来说,这么大体量的投资,在腐败并不少见的巴基斯坦,确实存在着诸多的异化,因此,中国也不能掉以轻心。 更千万别花费了巨额投资,还落到个出力不讨好的结果。 我们的教训已经太多了,巴铁肯定仍旧是巴铁,但中国投资,也是中国人的血汗钱,该援助的时候援助。 但亲兄弟,还是民算账得好,只有这样,友谊才能真正地久天长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